Hello, 我是愛麗絲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的位置就是宋玉生公園 在噴水池那邊 看到觀音像 過了馬路之後 就會來到觀音像海濱優甜區 這個優甜區在今年的4月尾才開始啟用 它的造價大概是5000萬 整個優甜區的總面積大概是1.5萬平方米 就劃分了兒童遊樂區 步行徑、多功能球場、健身康樂區 門球場、滾足溜冰場這些休閒康樂的空間 在兒童遊樂區那邊 總面積大概是2700平方米 就劃分了不同年齡的區域 這裡的開放時間 就會是早上7點至晚上11點 初初開的時候 因為太多人來玩了 直至到現在為止 都是要上網預約才可以進來這裡玩的 在兒童遊樂區旁邊會見到這間玻璃屋 它是一間餐廳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來這裡玩之餘 都可以去試試 對出這裡就是海濱步行徑 全長大約400米 沿途可以見到科學館至觀音像一帶的海岸景色 你怎麼會來這裡玩的 可以玩的 你怎麼會去看 會不會有多一點 我會給你去看 在你對方的海岸景色 你怎麼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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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看 你怎麼會去看 你怎麼會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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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